以心动 保护其他的生命 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愿各位多多打开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妙香佛国采云南县 云南位于大陆片西南的 丰饶土地上 有着变化莫测的云彩 四季如春的气候 多种民族文化的汇集 刻画在时光中的历史 以及多彩丰富的自然美景 早上在离开下榻饭店之前 海涛法师特别请当地的居士们 抢救了两辆大车的本土原生鱼种 并为其撒进加持后 由居士们再去放生 随后即展开重圣寺三塔的参榜行程 随后即展开重圣寺三塔的参榜行程 长山脚下 终胜寺三塔可说是大理寺的地标 始建于南少丰佑年间 被称为佛都 这三座塔的话 它是分两个朝代所建造的 中间的是唐朝的 维俄的三座佛塔 处立于重圣寺大门前 四东为大塔 南北为小塔 排列成三角形 大塔名千寻塔 塔高69米 一共有16级 新建于西元九世纪 相当于中国唐代中晚旗 千寻塔西边 有南北朗座小塔 高约42米 建于大理国时期 即在五代末宋代初期 大众沿着石阶登上重圣寺 师父并为大家讲解佛塔的意义 重圣寺的书圣 以及祈愿大家都做观音菩萨 随时行慈悲 愿世界各国家 各民族 各种人类众生 都得到佛法的利益 在佛经 塔代表佛陀的菩提心 也代表我们修行的 成活的次第 由入三归一门 五戒十善 老后生起菩提心 修法正道三十七道品 发起大悲心 修食波罗密 到最后成活 所以用佛塔来代表 佛的三生成就 乃至修行的次第成就 乃至从世间的 因果心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一直到成活圆满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又到佛塔 把礼拜佛塔 开发自信的 很圆满的 菩提心 所以 请各位把佛塔 融入在你的心里面 乃至今天我们在 王武圣寺所看到的一切 也更希望将来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都能够像当时候的大礼佛一样 以观音的慈悲来治国 乃至就像每个皇帝 最后都出家一样 这样呢 最后能够 以佛法的清净空性 来消除各种纷争 我想现在我们中国 乃至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是希望富强康胜 乃至真正能够富强康胜的 就是佛教的因果道理 这种乃至有不执着的 出离心 对众生的大悲心 乃至生命的教育 就是希望众生皆可成佛的 菩提心 所以 愿我们也在这个 古塔面前发愿 愿佛法的这种修行次第 能够让世界各国家各民族 各种人类众生 能够体悟到 所以佛陀已经把这个世界的 究竟离谱得乐 帮助众生的菩提大道 告诉我们呢 但是 愿世界的所有人们 众生都能够这样了解 来发愿 我们要推动我们的佛法 来 众生无边誓愿都 众生无边誓愿都 凡老无尽誓愿端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我点的烟共香 来善共 来自护法善神 六道友情父母祖先 大家跟着念 祈求除障碍 祈求除障碍 祈悲回向 六道诸众生 祈求愿离谷 其千离谷 博得一切乐 博得一切乐 现在观想这个大塔 就像我们的身体 观音菩萨一样 我们的每一个毛系孔 就像大塔的孔 把我们的累许的功德 布施出去 乃至呢 从这个孔里面 出现了甘露药物 帮助恶鬼道离苦 定苦众生离苦 伤恶道离苦 所以我们 边绕塔的时候 跟念 变十咒 甘露水真言 药师咒 往生咒 然后大家呢 观想这个古塔 变观音菩萨 普渡六道众生 来 观音菩萨会做各种的视线 甚至在大理佛 视线成为国王 视线的各种情况 来帮助众生 我想各位 不管你这辈子的身份是什么 男人女人 高癌胖瘦 有能力没能力 你都能够视线 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大家不要恨别人 不要伤害众生 想尽办法用各种的能力 来帮助周围的人事物 所以希望 整个昆明云南 地水火风 都能够圆满 我们走到哪里 大家都做观音菩萨 好不好 所以这几天 不要吃肉 不要生气 修忍辱 帮助前后周围的人 用庄严的眼神 看着跟你经过的 哪一个人 希望这样来 成就观音的功德 好 好 好 宝宝 好 宝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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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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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